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看牙医师的时候 他刷我的健保卡一怕掉说 你这张卡根本就没有在用 后来我就学会每半年要去洗尸牙齿 因为健保费其实一年也缴了不少钱 那我们上次谈到了 就是有关这个糖尿病的事情 其实得到很多听友的回馈 事实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哎呀这个糖尿病真的是一个 随时都可能会发生的症状 那我们医生也就说了 就是保健好自己 然后常常的运动 然后做好健康检查 维持血糖稳定其实就好 因为中间有个gap 这gap如果没有跨过之前 都还可以逆转 所以大家照顾身体 那因为这个题目太热 意犹未尽 所以我今天其实要讲的议题是 因为蔡宇的父亲不是患肺吗 所以肺阻塞的议题 还有所谓最后照顾 因为这听到最后照顾有点恐怖 那我们这样医师 以多重慢性疾病为主 像是感染症 还有肝胀肠胃 心血管 胸腔内科 还有肾脏糖尿病 末期疾病 照护 安宁等等 他都是非常擅长 号称内外肩肠的医生 那当然在医师制度上面 也擅长于提升 所谓的照护效率 就是我们非常年轻的 江怪语 医师擅长的事情 他非常年轻 而且非常帅气 好 那我先问 又再问自己的问题 像早上的时候 很多年轻 很多人跟我一样 都喝咖啡吃甜食 人家会想到是喂食道逆牛 其实我想到不是喂食道逆牛 我想到的事情 是我每上早上只要是吃黑咖啡 吃淀粉 我都会隔了一段时间 立刻血糖降低 就是整个身体就开始 哎 怯 好 我这个跟糖尿病 应该有没有关系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再观察一下 是 因为通常是糖尿病应该前期 糖尿病前期应该是说 我吃了一些东西之后 然后呢 因为是血糖稍微比变速高一点点 然后我反而是比容易昏啊 容易 我们说所谓的food coma 就是吃饭后容易昏 对 那这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那是低血糖哦 低血糖的话 就人会变得比较紧张 对我就 你是比较紧张吗 就是整个手就开始 就觉得好像身体无力感 其实那个还好 是 其实那个是还好 那反而就是说 你的热量可能相对比较少 你淀粉有吃的比较多吗 应该 对就吃了一个完整的面包啊 那面包你也 你也知道是精致淀粉 然后喝了咖啡之后 我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如果早上有吃到肉 或者其他的蛋白之后 就比较不容易出现这个事情 嗯 那后来我是怎么解决 你知道我早上去慢跑 跑完之后 就变无敌铁金刚了 OK 好 所以回来一件事情 我们来问一下 就是这个肺阻塞的问题哦 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的资料 全球每10秒钟 就有人死于肺阻塞 全面每年有超过5000人 因为肺阻塞过世哦 所以这件事是一个非常不可忽视的致命疾病哦 包括蔡启方前立委哦 10年前就饱受的肺阻塞所苦哦 那么日前呢 在台大接受的这个肺障的移植手术哦 而且现在复原中了 真的很不错 所以我们就要请我们江医师来讨论 到底什么叫做肺阻塞 我们想说我们每天的每一口呼吸都是理所当然的嘛 就好像我们呼吸到都是非常的通畅一样 对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的呼吸不是理所当然的 怎么可能 吸到一口气都比别人还来的肺力 我想起来了 前阵子武汉肺炎的时候 就有人就说 他就写下他就是他死亡前的感觉 他好像溺水 就是呼到的空气 根本没有办法充分的养 因为他肺 那叫肺净润 那个对肺净润就是肺炎啊 那肺炎这个时候 那是因为发炎的关系 所以你的一些肺泡都积水 那是想想看你肺有这么多空间 你有少这么多空间可以用 是听说就跟溺斃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 但是我讲说肺阻塞 也同样造成你的呼吸很困难 可是他机制不太一样 哦是不同的机制 不同机制 就是你的肺泡都还可以用 或许还可以用啊 但是你的那个支气管的调节出现问题 因为事实上我们 那个肺的那个呼吸的那个交换 是有伴随一些气压 跟一些那种白努力的地理 对相关嘛 你的气流要 就是高气压都会往低气压 对 没有错 主持人非常的有 有那个物理学的概念 我大学念生物的 谢谢 就是一科考不上 只能去到主持人 那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胸阔的变化 那就是会有那些那个气压的那些 呃梯度 然后让我们能够调节呼吸嘛 对 那跟支气管那个收缩调节也有关系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支气管有一天他他不动了 很难想象 好像硬掉一样 很难想象 对那是不是 那是白化吗 呃应该就是说有些纤维化的情况 纤维化 简单讲是这样 那他是不是就说气体这时候就很死而已 没办法流 对 所以下面那个肺炮只是个空腔而已 是 他完全没有那种接受气体交换的功能 哇 听起来蛮恐怖的 如果就是我们所谓的纤维化吗 那在S光看起来是白色的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类似是这样 那也不是白色 就那个 慢性 慢性主持人肺炮 他看起来不会像是变白色 是说看起来好像在这个肺好像 好像扩张的很大一样 应该是说我们那个 我们S光片看起来是这样子嘛 然后就肺那个慢性主持人肺病 包含说肺气肿和慢性肢气管炎 那这些病人为了说 呼吸更费力 他需要吸更多的氧气 所以就整个那个横隔膜啊 会不会被撑的非常的大 这样子 对对对 整个肺的空腔都会比别人大 但是事实上他无效的空间占的比还比较大 哇就是因为他肢气管已经失去他的功能 大家很好奇 是什么情况下造成这个情况 是肢气管发炎吗 应该是发炎是一个原因 我之前可能说有肢气管 他长期以来就是受到一些破坏 你知道肢气管发炎就是 我们可能有吸二手烟 或吸一些空污 自己有抽烟 长期那些鲜毛都受到破坏 肢气管受到破坏之后 他就慢慢演变成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极致 对对啊有些人他可能更惨啊 他可能在职业上可能做矿工 或做一些那个对空气不太好的 那种情况之下 那他的肺泡和支气管 都长期受到伤害 这我讲好像都是一些 大家平常感觉不出来 但是我 但是这个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 他其实也是WHO所归纳的 四大慢性疾病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都四大 所以都是代表说 在以往都是40岁以后 那累积很多破坏因子之后 他就会出慢慢就会出来 那其实现在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对啊 因为全球空物已经变得比较厉害了 PN2.5 对没有错 所以这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出来 所以发炎就是因为有异物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 比如说是进到肺细胞里面 所以肺细胞因为接触到这些有害人体的异物 不管什么 有害人体就身体就产生了抗体 就这个抗体就产生了发炎的状况 结果反而去内饰了我们的细胞 是这样讲吗 应该是说鲜毛 我们鲜毛受到外面异物的破坏了 结果鲜毛慢慢失去功能 整个智气管也受到影响 所以这些智气管它就慢慢 就是发炎过后它会纤维化 所以它就持续它的功能 它就不会动 那这种所谓的就是阻塞或者发炎 它有没有一些比较前征征兆 比如说从肝壳或者是觉得呼吸困难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表征 通常比较会有些急性发作 会我们可以来做一些评估 你常常 因为其实我们曼奇索性配病 有时候会跟气喘会有点像 只要说你第一个呼吸困难 然后听诊 但是这个对病人来说有点困难 就是说如果说你听到它有点 就是狗叫声或吹口哨的声音 哟哟哟哟哟 对了 这样子它真的是在急性 它在发炎的时候 OK 发炎它 它那个智气管它 冲起来它就会宰说 是宰说 宰说就会听到那个哟哟哟的声音 我知道就是那种风吹过之后 门缝变很小的声音 对对对 通常就是喘或呼吸不顺 或者说运动就不舒服了 是 那这种就是有可能是浅浅噪 所以要配合这病人的体型来 通常这病人在浅起的时候 都变得比较 体比较宽比较胖 是 对 我们说的发炎跟癌症的炎不一样 炎 我们说的是那种发炎 就是两只火的 那就可是很多人就好奇的事情是说 因为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这跟肺阻散比较没有关系 就是我们说的 那肺腺癌呢 肺腺癌也是非常易发 因为我父亲就是肺腺癌 然后肺切掉 然后转到了那个大肠 然后大肠再切掉 然后就最后治肝癌走了 所以我爸爸后来就有懊恼说 其实绕了一圈还是死 那干嘛割了三次刀 所以肺腺癌这件事情 一直在我心目中 它又是 你看我妈妈是高血压 我姐姐是糖尿病 然后我爸爸是肺腺癌 我觉得我的长辈们 好像都有这样的遗传意识 我讲癌症其实是比较到另外一个领域 然后它其实癌症很尴尬 就是我刚刚讲 其实肺 它的空间被占走了一大部分之后 几乎占的快要到50% 60%之后 它才会出现说 我呼吸空间不够了 对 所以癌症有点尴尬 我刚讲的 你都是叫它长得都这么大 弹局到那么多空间 才会有症状处 所以早期容易察觉到吗 不容易 所以这就是癌症它的困难之处 就是应该是说 发现的时候通常都是比较 癌症通常是肺癌 最大特色就是发现的时候通常都是 已经到三期了 可能是二三期 甚至通常都是三期的时候才发现 没有办法提早知道吗 其实要运气要够够好 就是你有去做检查 然后S官刚刚刚真的是被医师给看到 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做CT 当然就是电脑断层 马上看就可以出来了 但是我们不可能花那么大的 国家政策不可能花那么大成本 每个人都是做那种断层 通常都是照S官片 S官片如果看得到 看到被医师察觉了 那个就有机会 所以通常都是40岁之后 你就要定期去做S官检查 频率多一点 我们抓到机会就比较多 但是一旦抓到的话 通常都 假设我们今天是S官 看到那个点 通常是在我们的 急速算是已经第几了 看到那个点 通常都还有机会 一二期都有可能 所以就是动的手术 动的手术 微创手术 微型手术 都可以开 当然可以开 好 那回来一个很 我又回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他所有的癌症都列在里面 是 另外慢性主射性肺病是独属于呼吸道的慢性疾病 哦 对 四大慢性疾病 糖尿病 嗯 癌症 心血管疾病 是 还有那个 呃 慢性主射性肺肺病 对 就是WHO所列的这四大 所以这个属于是呼吸道的 呼吸道的 对 OK 对 那是因为全球矿污严重 然后也有说抽烟的 人类有抽烟的习惯 所以就是助长这类的慢性疾病 是 那接下来就可能 都是我们都会按照逻辑先解释 这个疾病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一定会下一个问题 说那他好发的年纪 还有怎么去察觉这些问题 那一旦不幸是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该怎么去解决 那我要饮食上面 或者其他部分有没有一些改变 那会不会真的 等到要去饭废的时候 台湾有这么好饭废吗 那我们今天请教的是 我们整合医学科的医生 江冠宇医师 他真的是内外科兼具 非常厉害 回答了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 因为人懂会老 老就会有疾病 但我担心的是 人没老就有疾病 那怎么办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 这种肺阻塞的状况 依你临床经验 现在是不是有年轻化的状况 当然有 就是在随着我们时代进步 那空气污染会越来越多 这跟我们整个人类社会 都工业化或者很多产业化都有关系 势必会有 然后很多 有时候刚刚也有讲 就是职业 有些人可能就是要 像矿工 或是有一些工地 他本身就面对这样的状况 还有说我们抽烟 我们国家是推行那些 戒烟减烟政策很成功 可是别的国家就不一定 别的国家可能烟草的产业 对他们来说是霸中 这样子 可是他也助长了他们当地那些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进展 所以这是四大慢性病 对四大慢性之一 那谈到这边四大就好奇 这种所谓的慢性支气管发炎 造成所谓的慢性肺阻塞 一般来说会不会有其他的慢性疾病因为这个事情而产生 有这个有个学理在的 你去想看如果说肺的他的压力很大 对我们说有全身的斜循环 是全身大循环之后再到 大循环之后再到心脏 心脏再加经过什么 肺循环 对如果肺的压力很大 那心脏他会怎么样 那当然心脏就发掉 对啊 所以说通常都是会引起有右心的 所以右心就是负责肺循环 对 所以说右心会动微掉 他心脏左边是打到全身 右边是打到肺的循环里面去 如果说慢性阻塞性肺病 肺的压力都这么大了 那这样子我心脏又必须 右心必须做更多的功 做更多的功才能够打到肺循环里面去 那是不是最后心脏就会变越来越肥大 就衰竭掉了 对啊 这有没有什么学理 我说什么学理来称说肺 而心肿大 造成衰竭 有没有这个所谓的 你说专业名词吗 对因为我们不断的要让心脏 就是让心脏有充分的氧气 所以他的右心思就不断的 不断的扩大扩大扩大 然后扩到最后结果事情就造成他 衰竭而死 所以这个流程因为有点 跳得很快 他中间是有什么样的病变 让他就最后心脏衰竭而死 就心思越来越肥 肥大 因为他需要更多 就像肌肉越来越发达一样 就是说他肌肉 他一直要做 他要好好练 他就是要做更多的共产 要达到原本相同的效果去 那就是心思会变得越来越肥大 然后这种情况 其实他 其实就会变成 因为心思肥大 其实就是一个衰竭的象征了 这是第一个 另外就是说 有个叫肺动脉有没有 肺动脉就会变得高压 然后肺动脉就接下来就产生病变 就是所谓的硬化吗 对 没错 就是硬化吗 对 所以硬化最后就是要装支架 可是装支架他只是 不是不是 那个跟支架不一样 不一样 他就是高压 然后鞋打不过去 那时候可能靠药物去做调整 但是到最后可能就连药物都没有办法 所以支架也没用 支架没有用 支架是在对付一些冠状动脉疾病 那是冠状动脉供应心脏的 OK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 完全另外一件事 OK 那有些是 当然就是说当血管 他可能比较没有效率 他整个产生阻塞的时候 可能会凝聚一些血管 那我们就要开刀这样的去挖 就是血管这样 是 好 那现在问题来 如果假设我去检测 结果发现到我的 这个已经发炎了 我们支架管已经发炎了 而且医生也看到说 我的支架管确实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 好 那我比较提早发现到 那有可能可逆吗 这个比较尴尬一点 那慢性 慢性组织性肺病 它是真的是比较难以 因为它是破坏 多细纤维化 它是不可能的 就跟肾小管一样 对 没有错 就是坏了就坏了 没错 坏了就坏了 听起来好痛苦 那所以你就是 我们这个时候就有点像是 我们的武汉肺炎 有个是超前部署 如果超前部署 但没有成功 我们就到后面别的国家 进行减灾的动作 所以我们这个慢性疾病 也是一样 它就是已经发生了 然后让 所以我们让破坏 尽量减缓它的速度 所以有药吗 应该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 呼吸治疗药物 你看 都是让支架管做怎么样 扩张 类似气喘药吗 对 类似气喘药 有支架管扩张剂 所以这支架管扩张剂 就是让你的支架管能够在 它维持这样的一个管腔的宽度 把它再稍微撑开一点 当然要前提是说 剩下活的 活的那支架管要对它有反应 撑开一点 然后就可以维持说 它的呼吸的功能 那我就去做重训 或者是慢跑 看你的功能 通常慢性阻止性肺病的病人 它的功能也都不太好 因为你做这些运动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呼吸 对 尤其是那个 呼吸都不好 123 逆 左拳右拳逆 那个是很大的 其实最重要的 你有抽烟的 不要再抽了 OK 这最简单的 远离那些 有空污的环境 这是最基本的 好 然后当然就是 因为我本身是整合医学科 遇到都是常常 常去卧床的病人 对 这种病人 你只要叫他配合去吸那些 通常都有困 他因为嘴巴咬住那些 都有 咬住那些 那个 呃 磁吸管抗伤剂的 那个 仪器 那他就都很困难 因为他肌肉 嘴巴肌肉根本就已经上施工了 没错 那所以说我们会用那种 有这种口罩式的 照住他的嘴巴 然后再装上磁吸管抗伤剂 对 所以说到那样的 那样程度的病人 这很常见 是 这这很常见 那病人我们就会用 那个请他 就带 就是说家里买个口罩 我们叫Aero Chamber Aero Chamber Aero就是空气 Chamber就是管 对没有错 然后空气管 然后把它装上 那他所需的 磁吸管 的磁吸管 扩张剂 OK 把它去做使用 这样子 如果人生走到这一步 我觉得也蛮辛苦的 说真的 那曾经有个80岁老龙 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那这个 他说他烟已经超过50岁了 然后罹患了所谓的 慢性阻塞性的病 然后他在8年前戒烟 因为医生要戒烟 他真的戒烟 他有50年的烟灵 然后他就开始就决定 不要规律性的用药 结果出事了 所以也就是说 就算是戒烟 也不能停止用药吗 就算戒烟 因为他是一个减灾的过程 他就必须要依赖药物了 对没有错 但我也必须讲 你也不要说 觉得说使用药物 是一种很失败的象征 对 因为你常使用药物 你常避免说后续 我刚刚讲了 其实慢性阻塞性肺病 为什么很麻烦 对 因为他 他那个支气管 他没有用 然后肺炮也没功能 他变成死腔 死腔意思是什么 容易养 养细菌 是 养细菌 对啊你就说什么肺炎 那些全部都跟得过来 所以为什么这些老人家 都要打联酋菌肺炎 不是因为他真的容易得联酋菌肺炎 而是说因为他的肺很多死 像容易养细菌 才是容易得联酋菌肺炎 真的要照顾自己啊 走到内部好辛苦 所以常常要保持个用药的习惯 跟气喘的患者也 气喘很常要 必须要使用肋固醇 才不会发作 因为他肋固醇不够 那我们支气管调节的基石不够 对慢性阻塞菌被病的病人 所以他们才需要这些资讯往后当劲 所以使用不是件很可耻的事情 OK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好那我们今天谈的肺阻塞 其实在我们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 很少谈到这个议题 但事实上它确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卫福部的国健署资料 全球每10秒钟 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 那全台湾呢 一年当中都有5000人 因为肺阻塞过世 其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 致命性的慢性疾病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请我们的江冠宇江医师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肺阻塞的问题 那当然给我们一个结论 如何远离肺阻塞 当然从戒烟开始 然后也请身边的亲人好友 都尽量不要再抽烟 免至于吸到二手烟 远离空污 当然如果说空污议题是一个 最近的社会议题 那有机会改变社会环境的话 那我们也减少这些空污发生的机会 那常戴口罩呢 常戴口罩 我个人是觉得口罩跟空污这些关系不是很大 因为P235就是可以穿过我们的口罩 好那这个事情也让他提供参考 不过口罩还是戴着 对口罩是因为我们的疫情 所以戴着 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烟 好不好 就这么一句话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江冠宇江医生 来到这边谈肺阻塞 这是一个新的议题 以后我们可能还要发觉 到底他背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病因等等的 那也非常谢谢我们江医生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